位于水里乡上安村三十角路旁的一处边坡 应该边坡紧临民宅 而只要大水一来 水就会往下冲刷 甚至有落石的发生 让当地居民相当的困扰 我这样落大很怕 我自己住在这里 落在山边都有水 晚上都睡不着 现在我自己少年都在外面 我现在自己落在这里 落水当时我都走到不敢睡 后边都会放下 很危险 头前有水 后边有水 很怕 走到不敢睡 不知道要招待去 帮我帮你这里帮帮忙 大家有心来帮我帮我手 县议员陈钊玉在辉坎后指出 该边坡因为紧临民宅 急迫需要改善 会要求相关单位 尽速改善 最安全跟我们30家高队 紧淫我们的民宅 我们看边坡一个 急切需要整治 既然没有整治 整个真的是人力难安 经过 因为边坡地紧临民宅 只要下大雨 当地居民就不得安宁 新议员陈钊玉在会看后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让当地居民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 如果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